政府以往一直否認大埔農美有憑危物種管海馬 但漁農自然護理署最新調查顯示 處方在農美一帶27次發現管海馬 環境局局長黃錦聲強調 報告結論其實與之前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環評報告分別不大 之前的環境評估都說到在農美附近有海馬發現 今次再證實是有海馬發現 所以變成之前的估算和現在都是一致 這件事件進行當中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會審議這件事 另外黃錦聲表示 政府已經就飲品玻璃將煤修徵費計劃向公眾咨詢 市民普遍支持 這個反應是踴躍的有600多份的回應 基本上是支持大方向的 我們整個計劃就是我們要做一個本地的這些循環 除了所謂之前說的環保地均之外 我們要擴大那個用途在我們的建築相關的工程裏 是可以吸入到香港100噸甚至以上回收到的玻璃 黃錦聲指香港在源頭減費方面 較台灣和南航落後 所以香港資源循環藍圖會以多管齊下 包括源頭減費、轉費為能和堆填三方面發展 對於將軍澳居民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 政府稍後會開工廳會 聽取地區代表的意見 強調作出決定的時候 會關顧香港整體利益和地區利益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陳永三 我們會看到